未避免红毯赔钱明星有多屁 肖战只是不小心打到凶针 就直接被吓出双下来 毕竟这枚凶针可是价值感化 要是打坏了钱包可就保不住了 赵丽颖走红毯就差点赔钱 身穿星光裙的赵丽颖 看到主办方安排的广告车就想打好 没想到却被工作人员赶鸭子上架 看赵丽颖的笑容都瞬间消失了 杨子也同样被对待了 身穿绿色一次间高定美美亮相 结果一上场就被三位工作人员 全方位夹击 连个回头找助理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在一次的红毯 杨子就找教训 路过广告车就到没看到了 静止走向拍照区域 港官在渔圈混迹多年的登朝 应付这种事就很有套 入场就借着和粉丝打招呼的方式 直接无视广告车 毕竟咱人卖过硬 基本也没人赶上前走 白静廷也很聪明 出场就先站在入口处拍照 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广告车前路 全城市淡定又帅气 你看书圈天才汪洋 看到广告车就一路小跑 相风一样略过 根本不给主办方一点喝韭菜的机会 王一博也是同样操作 跟随剧组走红毯 看到广告车就开始提速 最后干脆小跑躲开 不管李小姐组事宜就当没看到 差点把孩子整设口洞 镜头记录明星私下人员差距 你看白鹿就是妥妥的社交小同事 堵持晚宴后场区 先是和万千聊天 然后和王楚然闹开 甚至就连堵王女儿何超新也能聊上两句 妥妥的社交汉培 而一向社交汉培长 不仅在后场区和魏大熏聊的热口淘天 在世界大会的后场区 和李庆增顺细聊的开心 三人都能凑一桌做地主 反观杨阳在星光大赏后场区 面对肖战点头打招呼这道内太子 当热巴坐在他身边 他还立刻起身往里挪一流 不知道是社交汉还是特意闭醒 你看高亚玲在华镖角后场区 即便隔着一条走路 也要和易阳千玺聊天打招呼 周迅陈坤路过也要拍拍千玺经 倪平老师也抓住他的手的约放开 看得出千玺是真的很好心微信 周深上台领奖 先是和王鹤帝碰去 再和王传军落手 领奖路上不知管的强调 真怕给周深再累坏了 反观周东宇和徐凯张嘉宁走红台 徐凯全程止步和张嘉宁互动 尴尬的周东宇只能威胁 宝格丽后场去攻仇交错 大家不是忙着和互贝反眩 就是极力在推销产品 只有图利亚独自一人坐在位的时候 看到镜头还立刻跌倒 看得出是有些社会在身上的 赵丽颖早期出席活动 经常也是一个人在后场去无聊观光 如今出席宴会 反倒成了香波 即便她做那么不动 也有许多人特意上前打招 果然人红了身边都是好人 明星未防走光八百的新颜色 你看张于西穿莫胸衣服 为了避免无必要的单盘 直接把鲜花插在领口 不仅美观还防止走光 小姐姐是真的很机智 关晓童走红台 当天穿一件一字尖高开插曲 这大长腿真的是绝了 可惜天宫不作美当天风太大 很容易走光 只见小童上场时 一直用手捏住高开插 避免了一场尴尬 唐颜亮相红毯穿超等圈 一双大长腿格外吸睛 拍照时看到地面镜头 吓得唐颜连连后腿 后面接受采访时 也是拿了毛巾彩胆做假 全成都非常的小心翼翼 秦岚就很刚了 出席活动被安排深微一天 直接在后台亲自动手的风景 只是没想到 姐姐参加活动还特意带着针线 而星之磊穿深微大落被 礼服在后台拍照 前面拿着手机 后面还要紧紧捂住礼服侧面 赵丽颖出席微博之夜市 一袭红色薄纱礼服亮相 优雅大方贵气十足 但其实礼服是修改过的 原版礼服是透视区 银宝为了防止走光特意加了内衬 同样为防走光特意改礼服的 还有杨子 八砂红毯上这件礼服 原本是深微开到肚气 杨子穿的时候 特意让服装师在内部缝上了白色内衬 这样不仅看上去得体端装 杨子也穿得更加舒适 不信你看吴轩影 走红毯被安排清凉透视礼服 美则美矣 拍照师本人却很不自裁 全程上下遮挡 满脸都写着想要逃离